大家好 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今儿小尾巴陪我跟您聊个几块钱的 最近我心情挺不好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聊过一个话题吗 叫我为什么不想称自己为军事爱好者 跟模型爱好者 我也讲过中国大陆 这个模型爱好者 这加引号的圈子里多么的战狼 多么的粉红 这不是最近又出事了 有一个模型补品厂家 他的这个创始人 这人我还认识 有过一面之缘关系 也说不上特别好 但是他的很多的这个产品 我是用的 对在我这个模型上 比如坦克的履带 这个3D打印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他人在日本晒了一张照片 说这个啊 我得新冠了 然后这个还好不在国内 就因为这件事情啊 你知道吗 国内的模型爱好者群起激愤啊 然后就群起而公知 你怎么这么不爱国 啊对你 你跑到日本去 你还有脸在中国卖自己的东西 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挺有排面的一个模型网站叫这个模型网 说即刻开始下架他们家的全部产品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知道吧 这是我看的挺难过的 因为啊 我想到我过去教书的时候有一些经历对吧 我在教这个美国高考这个SAT和ACT的时候啊 这个经常呢会有家长会质问我说这个三喵你为什么在给学生灌输西方价值观 你为什么在给学生讲政治话题 我说人家高考就考这些啊 您让我怎么办 对不对 我把这白纸黑字的给这些家长们去看 好好的给他们去讲 结果这家长们说我反正我们看不懂英文 你不要去教政治不要教我们孩子去学坏 然后反正我们要投诉你 你看各种各种 我当时离开这教书这行啊 算是半只脚踏出去了吧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今儿啊 咱们其实想聊一聊这所谓的美国高考啊 他的阅读文章 哎到底考什么 特别是这所谓的政治类话题是咋回事啊 其实啊 美国是没有对应的中国这种高考的 咱们知道这中国的政府自古有个习惯 叫管天管地管空气 当然那啥都管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这所谓的高考当然是政府命题 结果现在弄的什么样子 我都不多讲了啊 这各个地方这高考的这命题难度 其实并不一样 但是美国呢 他是这个叫college board 就是这个学术委员会 他自己会找一些别的命题机构去命题 这第三方啊 并不是政府来参与的 你比如说这个sat和act啊 他就是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 很多学校他不会说我要看这个sat或者act的成绩 但是他会说哎 我建议您sat或者act能考到多少多少分以上 那具体的分值是什么呢 咱们就是不多讲 咱就讲这sat啊 因为我教的比较多 就讲他的阅读讲的是什么话题 一般来讲的sat阅读是五篇啊 有这个一篇小说文学的选段 选的呢 也都是这个1920世纪 一些女性主义啊 或者是拉美少数族裔 他们的一些小说 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女孩 一个黑人对吧 跟着妈妈到费城 对不对 在这个乡下的种植园里面 他感觉自己是奴隶 然后到了费城之后 他忽然觉得这个自己跟其他人是一样的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种细微的这种情绪啊 您再比如说这个一个这个 从越南逃难到美国的女孩 对不对 然后想念自己在越南的家 其实这种文学作品啊 咱们一看就是比较的这个 左派的一些女性文学 或者说这种少数族裔的文学 但是你看这样的这种文学作品 他会有那么一篇考察 当然这个阅读速度 阅读时间 对于很多的中国孩子来讲 那的确是要求很高 他更多的是要你去敏锐的捕捉 他为什么来进行这样的碎碎念 那他抱怨的到底是什么 那他在意的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说啊这也值得抱怨吗 我看不出他要抱怨的什么 他生活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对不对 好你要明白当一个人内心 如果这样的一个族群 一个少数族群 他是被刻板印象所定义的时候啊 那么他的这种内心会有这种 我们说stereotype 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联谊 当然我讲的这些可能对很多的中国孩子来说 的确啊 我讲过可能是超纲了 这也是这个他会考察的一篇文学 然后他会考一篇那个SAT会考那么两篇自然科学和一篇社会科学啊 这样的一些话题 那么自然科学啊 那就真的给你来真的什么呢 直接从这个学术杂志上摘文章 让学生读 注意哦高中毕业生 那咱们中国的高中毕业生 有几个能看懂学术杂志的文章 这个说实话 有点少 对吧 这个能看个国家地理 甚至能看个那个博物 哎呦 那你了不起了 对吧 但是美国这种优秀的高中毕业生 是要求直接能够看懂这种顶尖的科学杂志里面的文章 你比如说这SAT这官方指南里面曾经出过一篇文章是什么呢 DNA研究之父 那个沃森和克里克 当时他们发在Nature上面的就是那篇论文 我们证明了这个DNA脱氧核酸核酸是双螺旋结构 我们的证明过程是什么 而这个双螺旋结构 A对T C对G 这样的一个structure 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结构 是中间用轻件连接 这本身就是遗传密码 我们过去知道DNA它是承载遗传的一些信息 怎么承载呢 他们大胆的提出这个APCG 这样的一种排列方式就是遗传密码的这种承载方式 就是这篇写在1952年Nature上面的论文 这两个诺贝尔奖 然后从此开创了整个的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新纪元 说他们两个是整个再造生物学的开山鼻祖 毫不过分 就这么一篇文章 直接拿来考学生 对不对 甚至你比如说还有那个 发在古生物研究上面的那种论文 对吧 讲到这个三叠记的那种伪恶类 劳氏恶类 跟这种恐龙 他们的这种竞争关系到底是什么 直接直接考了学生 之前我讲过 这种所谓的科学 就是在靠你批判性词 你的理论是什么 你争取呢 对不对 你的争取是不是合理 对不对 然后你为了去验证你这个假说 你觉得接下来还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那这是自然科学 他实打实的靠你 我不管他里面有多少陌生的学术名词 这种科学的思维请你一定要有 这就是我很多很多次 跟我的学生去讲过的一个话题 对吧 那个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会靠你天文地质靠 因为本质上他就是在考你 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 你能不能把这种科学的思维给精准的把握住 那么社会科学也是一样 只不过这个研究的对象是放在了这种人文社会这种领域 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媒体对于总统大选的影响 他考过这个2008年 这个麦凯恩和奥巴马 他们的这个怎么去运用这个Facebook推特去去助力大选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啊大选是什么 好吧我们很陌生等等 而且这种社会科学他用的这种这种证据啊 可能很多的并不是什么来着 并不是这种啊 我们说做实验那是什么呢 我们说调查报告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当然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会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叫什么 你没有对照组啊 你不能我人为的分成这两组 一组人干这个一组人干那个 然后我去进行一个宏大的下一盘大棋 这个不可能 所以说之前啊 袁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袁老师自己说的啊 对他说这个历史不容假设 但是我要说历史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假设一点点干嘛 提供对照组啊 咱们理科思维啊 对提供对照组啊 我当年理科学的也不差嘛 对不对 这是社会科学 那么到最后这SAT里面你知道会考一个什么吗 会考一个所谓History就是历史啊 这种历史包罗万象啊 美国建国啊 这个话题考过 美国到底应该是联邦还是邦联 这种话题考过 法国大革命跟美国的这种关系 哎 这也考过 那你比如说这个黑人解放运动 女权 这是考的重头戏 官方指南八套题 六套题背后的这种History 这种历史类的文章 全都是女权主义的话题 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这个国际政治 美国包括这个西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你在比如说南非 他们是怎么去争取解放的 菲律宾是怎么争取解放的 你甚至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论公民和政府的关系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篇弗兰克林的文章 对吧 这个政府就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 一定是会腐败的 政府天生就由一些庸人组成 而这样的庸人 他们在政府当中占据高位的目的 不是为了国家好 不是为了百姓好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挣大钱 然后以满足自己的捞钱 捞名位这样的野心 那这样的政府结构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英国这样的政府如果被推翻了以后 那么我们在北美应该如何去设计一个政府结构 来避免这样的庸人变成你实际压在头上的报警 这就弗兰克林公开写过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你那考给学生 所以你说当时我给那些学生去讲那些 那有的学生就可能会跟家长去碎碎 就会碎碎念 去跟家长去聊一聊 然后家长就会很不满 那我能说什么呢 那我就只能想到这个什么 所以你看我后来就离开这教书这行业了吗 真的就是徐卫的那句诗叫什么呢 就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炮闲智野藤珠 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我自己还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您看这样的环境下 对不对 这些学生在美国的高考 我们知道很多的人想润吗 对不对 但是你这种投资润 跟你去国外读个学位润 还是两回事 即使有的人润到美国了 您知道吧 这你还得过美国高考这一关 对吧 那你怎么办 对吧 你这些都读不懂 然后我跟你讲 然后你又不愿意听 然后你就对吧 然后你就 你就考不出来 然后你是梦想 梦想进哈佛 对吧 然后其实 你这本事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被投诉 所以何必呢 所以你看 这就是美国高考考这些东西 他其实非常明白的在教你 这个你的这个 琵琶性思维是什么 你的这种人文素养是什么 你对于整个的美国的历史 因为我之前讲过 国外他讲这种美国历史 很明显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的思想决定了行动 而思想塑造了某段历史 那这跟国内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唯物主义 什么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上东西 哎 刚好是反着的 而恰恰在很多时候 这种思维方式是很多人 他拧巴的接受不了 所以说我这苦口婆心交了这么多年 到最后也是交了个nothing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这不就是来寻记 然后来这边就叙叙叨叨了吗 希望就我觉得在这里应该不至于是笔底明珠 武术卖闲炮闲置也腾中了吧 行 这个算是小小的发牢骚 也算是随便讲点东西啊 咱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实在是心中有话 所以要讲一讲 我们下一集再想到更好的东西啊 我们再接着讲 谢谢大家啊 听我发牢骚啊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